司法部长林奇早前表示 鲁夫是在种族主义的动机之下所犯的案 属于本土的恐怖主义罪行 至于是否判处死刑 就要与死者还有家属商讨之后才会做决定 加州州众议员周本利 于蒙特利公园市为地方性的非盈利组织 开展了有关于加州法律、募款 还有管理相关活动的讲座 在讲座当中也请来了关于法律 还有经济税务的专家 为非盈利组织相关需求者提供了专业的讯息 有介于非盈利组织的会计处理 与一般盈利事业不尽相同 也有不同的法令规定 在报税时也常有税务的争议 州议员说 非盈利单位在了解不同选民的需求上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许多今天来参加的组织 在企业发展趋势的讨论 最佳范例和建立人脉中获得了许多益处 今天的讲座就会帮助很多非盈利组织 叫他们怎么样来运作 还有怎么样报税 怎么样来筹款 怎么样来选举 很多法律上面的规则 他们都需要知道 因为他们服务很多不同的种类 包括有那个比如说教育的 文化的还有其他筹款的帮助其他组织 其他那个那个community的都很多不同的那个领域 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讲座是由加州非盈利组织政策部门 以及社区发展公共委员会计划的资深律师所主办 加州非盈利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整合1万个非盈利成员 并且向政府机构和立法委员传达他们需求的一个组织 公共委员会透过其影响力的诉讼和政策 鼓吹提供超过3万团体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的法律相关服务 其中也包括非盈利组织 I work for public council. It's a public interest law firm and we provide free legal service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helping people struggling with poverty in Los Angeles We help organization. So if you wanted to start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s going to be serving the homeless or serving people who need affordable housing or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providers and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do it, how to be legally compliant how to get your tax exemption if you need review of contracts all that back office stuff that you usually have to pay for we'll provide that for free and the way we view it is that every dollar that we save you by providing that free service goes to your mission and to help more people that you're serving in whatever capacity your mission directs 现场有很多非盈利组织负责人参加以及发表提问 其中不乏亚裔面孔 在美国超过8万个非盈利组织 也构成了在企业界仅次于零售业和制造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 然而2004年加州非盈利正联法案建立了许多非盈利组织 可能尚未接触到的法案 安排此讲座的目的是为了透过增进对政府服务的认知 而达到构建社区和组织关系的桥梁 出席的有专题组织、教育机构、文化推广组织、健保团体 和体育服务组织等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